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专访林依珍博士 谈森林疗法的疗愈力二级之一 很荣幸为您播出这个两集的系列节目 我们在2019年专访林依珍博士的精彩片段 林博士是著名的心理諮商师 即原液治疗师 林博士目前是福尔摩沙台北市 国立阳明大学的兼任教授 他也担任台湾森林保健学会的监视 他对于森林环境如何有益于人类健康 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2010年受福尔摩沙灵物局委托 林博士发展一处静心的森林地景 称为珍爱森林步道 地点是在福尔摩沙新北市 马街医学院的校园内 那时林博士担任该校心理諮商中心的主任 林博士十分擅长于将心理諮商团体活动 结合森林疗愈教导人们欣赏灵地之美 并在这过程中进行心理治疗 最近这几年林博士在台湾和中国北京二地 开办森林益康培训课程 他在他的著作《森林益康》《森林疗法的神奇力量》一书中 分享他的观点及研究 解说树木如何帮助我们增进健康 在我们的采访一开始 林博士便向我们解释 森林益康一词的意思 森林益康对我来讲 就是运用森林的环境 来促进人和森林的健康 所以它不只是以人为本 它也是把大自然放在我们心中 以我的学习来讲 我会觉得说 其实进入森林来促进健康是一个光谱 在光谱的这一头 人即使没有生病 我们进到森林里面去保养自己 去养生 这个是任何人都可以做 而且不需要有人在旁边引导我们 我们自己注意安全就好 中间这一块就是我们会需要有些比较专业的人帮助我们 让我们活得更好 这些就包括我们可以在森林里面有教育 或者是简单的一些智能的一些学习 这些是比较属于森林的修养安养教育的这一块 这时候我们进入森林的人可以是学生 也是有些比较轻微身心症状的人 在光谱的最右边这边就是所谓的疗养 他可能就是真的有诊断过比较严重的一些疾病 可是透过一些更多专业训练的医师 心理师 您也觉得这很迷人吧 森林对每个人都有其各自的意义 不论个人健康情况如何 到林间散步对人人都有益处 我们也跟林博士到户外 并听他介绍一些 我们待在树林里时可以做的益康事项 里面无论是散步啊 快走啊 慢跑啊 打拳瑜伽或做运力等等轻松的运动 都是可以的 第二个呢 就是把我们的游戏玩的心 再把它找回来 就是重新恢复我们的玩心 无论是要欣赏观察春虫植物 或是是玩游戏赏鸟赏花赏树 看心心 玩水 泡脚 睡午觉 小小的发呆 在德国就有很多是洗温泉 跟森林寺结合在一起 在森林里面 我们也可以借着肢体的劳动 来促进我们的身心健康 这一部分呢 在日本有一位上元元老师 他就实际上带着一群身心障碍的朋友 在森林里面 无论是搬树枝 或者是去整理场地 发现疗愈的效果特别的好 在森林里面 可以来从事艺术 无论是做工艺品 或者是音乐的演奏 写声 摄影 文学 艺术的创作 其实都非常的适应 我们先来看一段 积极正面的讯息 马上就回来 播出更多林博士的高见 尽情锁定 无上师电视台 欢迎继续收看专访林一貞博士 谈森林疗法的疗愈力二级之一 这里是无上师电视台 除了疗愈的价值之外 树林还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教育场所 1950年代初期 爱拉法拉陶 在丹麦开设第一所森林幼儿园 最初是日间托儿所 颇受附近家常的支持 于是渐渐地发展成一种具有教育性质的学前体验 学习场所 后来别的国家纷纷仿效设立 林博士满怀热成地 跟我们分享这项构想 很重要的是 森林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没有围墙的教室 这一部分在丹麦 在北欧一些国家 都已经发展得很有历史了 日本人很会学好东西 所以日本 德国 现在都有很多没有围墙的森林幼稚园 在森林里面的孩子 常常都是混年龄的学习 有人去观察研究 发现在森林里面的孩子 特别有创意 他们的口语发展也会很好 大孩子会带着小孩子 在自然中学习 他们在森林里面也学习怎么相爱 所以在教育的这个领域里面 我们也可以学很多 不只是孩子 我们也可以在森林里面学养生 学这块土地的文化 它的历史 很重要的就是这些整合起来 我们也可以在森林里面 来学全人的养生 森林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亲近森林可以让我们增进健康 又增广建文 还可以扩大我们的爱心 当我们身处在树林间 投入自然怀抱的时候 会更自在地呼吸 也更加放松 林博士指导我们 做一些动作来增强 我们与树木同一体的感受 并唤起我们的感恩之情 有两个动作 今天我们来分享看看 就是画一个很大的圆 慢慢慢慢地上来 两手合并 我们的眼睛往上看 超越我们的手 再往上看 手慢慢伸直 放松 但是伸直 往上看 好像我们也是一棵树 玉树临风 放轻松 往上看 手慢慢打开 拥抱天地 脚合并 往上看 玉树临风 感谢上天 感谢这片生灵 感谢维护这片生灵的所有人 花一个好大的圆 跟盘大地 心里头对自己也有一个感谢 谢谢自己放下一切 来到这里 为自己今天的生命 献上感谢 为所有帮助我的每一位献上感谢 祝福这块大地 这片生灵 还有我今天要相遇的每一个友缘人 两脚合并 谢谢各位 非常感谢林一貞博士 进行这些美好的研究 谢谢他亲切地跟我们介绍 树林的神秘力量 谢谢大家